对,没有错,不是红乌龙,是台东红鸟龙 素人艺术家为了反讽台湾铁窗文化 在国立台东生活美学馆外墙一系列的创作 被婚纱摄影团队向众 成为新人们外拍的最佳场景 那我们其实很高兴看到这个装置艺术 因为它很漂亮 其实跟婚纱业者结盟 这是还蛮搭配的 其实我们也欢迎每一个人 都可以来这个装置艺术 跟这个跟它互动一下 我想每一个人的体会都不一样 这个就是一个展的目的 希望说自己能够有一些体会 台东生活美学馆一个展 从3月8号推出以来 素人艺术家王金生 以陆陆续续独立完成二十几件的作品 吸引民众不止一次前往欣赏 5月初刚在馆外完成的这座红鸟龙 意外的带动婚舍团队 新人街拍取景 觉得很不错 台东还蛮难得有这种 大型的装置艺术 可以给我们这些 就是搞艺术的来做一些作品的创作 我觉得还蛮感谢的 今天这样拍起来怎么样 效果如何 效果非常好 而且还蛮建议很多新人 可以来这边取景 因为现在目前台东 大部分都是拍大三大吉的 像这种大型的装置艺术 是比较缺乏的 所以我觉得希望以后美学馆可以多多有这种 类似的展览 那种展览这样子 可以让我们来做拍摄这样 像我今天是建议新人士是穿黑色的 因为黑色是这两年蛮流行的元素 它比较带点旁克 带点嬉皮 它也比较神秘感 然后也比较特别 会比较适合这样子的一个场景 这样子 一个展很特别 王金生说 一辈子就这一次不再展了 他就必其功于一意的 把所有想法在展期中释放出来 这个没有开幕仪式的展览 预期会有美丽动人的卸展过程 他不卖作品 倒是有几件作品开放预约 让人在卸展时免费带走 而有人想买红鸟绒也被回绝 所以6月7号以后 这样的街景就会消失 真正的季节限定 只能趁早留影了 台东所在综合报道